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稳慧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逆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 说一说我都熟识台湾地区的地方就是金门 金门就是小bc外公出生的地方 他每一年都会回去几次 金门距离中国大陆 实际管车的一个地方叫做 国瑜 岛瑜的瑜 其实 只有1.8公里 是1.8公里 因为 就是和厦门湾 是隔海相亡的 最搞笑的是他们来台湾本岛 就是210公里 哈哈哈 即是来台湾本岛也挺远的 原来刚刚有一条新闻 之后金门 不单止最近的是 1.8公里 我和中国大陆 之后 可能会是1.5公里 为什么少了 因为 厦门想着填海 建长 对呀,建长安机场 远工之后 就和金门大概只有1.5公里 哇 老实说 所以 其实 小英 老实说 之前有些台媒就说小英其实不想佩洛西去 想退回 退回 请柬 但佩洛西说 我都来了 不用怕 其实我觉得小英可能也有这样想法 去下西去了就真是他本身就不用怕 但是台湾地区就要怕 台湾地区就要怕 中国大陆现在就积极在厦门的 一些 倒序就要建一些基建 好像厦门的 大登岛 田海就会兴建 长安 非常长 长安国际机场 记者就实地采访 肉眼就看到了 放在眼前的就是大兴土木的工程 而且完成这个工程之后恐怕来金门 只有1.5公里 所以 蔡政府就很担心 会不会影响这个飞行安全 台湾地区的所谓陆委会 就说持续关注 记者 就说 巨大的沙丘 就从 金门 可以看到一清二楚 这个就是 中国大陆厦门市 现在兴建的长安机场 一旦员工 距离 金门本岛 只有1.5公里 真的很近 当然 媒体也是 访问了 金门当地的人 金门岛 其实 你知道它有种料理很出名吗 有什么好东西 不知道 是一场意外 令到有这个料理 穷处的尼尔尼 厄孔雀 因为当年打风 就走掉了 几只孔雀 结果 在金门大量繁殖 所以 破坏了当地生态 所以现在要 压了它们 我们看到 金门 岛上 有个地方 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池堤三角堡 咖啡 很可能就是全台湾地区 看到中国大陆 最佳的地点 其实 这里就可以 直接看到 对面的厦门 咖啡馆 就建起一座 废弃的军事 的一个 掩体上 其实 就是 很搞笑 亦有迷彩的东西 给你一些参军的感觉 主题的 感觉 对 装饰就是迷彩的感觉 之后 提供冷热饮 随着 中国大陆的 军舰 在台湾地区沿海 有一些演习 这间咖啡馆的 两位老板 表现出 一些 不同的感觉 这个亦很大程度上 说明了 台湾地区 不同的世代 其实 尤其是在这座岛上 其实本来的金门人 就觉得自己是100%的中国人 你问小BC外公 我们中国人 他都是说我们中国人 他从来都不会说台湾人 可能因为 小BC的 外太公外太婆 正正中中 在福建过去台湾省 大家知道 49年的时候 大家都很艰苦 我以前都说过 他亦有很多子女 要把子女送给人家养 因为养不起 那时候台湾也很破络 如果真是 武统的话 32岁 即是 还比我年轻 一位叫蔣仲杰的人 他就说 如果真是要上战场 也是要参加战斗的 但是他都知道胜数不大 但是另外一位52岁的丁一修 他就说 我会投降 因为他知道 实力差得太远 由于台湾地区其实也有很多 不同的人 在里面 还有原住民 也有 敏南人 也有所谓的外省人 所以 很多人对于 中国大陆的感受是不同 对台湾地区本身的感受也是不同 那围绕着接受还是反对中国大陆对于 武统的 其实你接受和反对 我觉得也没什么用 最后美话事权也不是 我很老实的 最后美话事权不在台湾人民的手上 其实我相信民进党当国都知道 你有办法可以话事吗 没有 这个就是中美关系 近年来 当然 中间立场的人 都有一些变化 这是现实 现在越来越多的 台湾民众就很担心 担心真的有什么事 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 跟之前他们的长辈说的不同 因为很多他们的长辈就从中国大陆过来 他们就觉得他们长辈 是比较友好一些 但是 现在对岸的感觉 就让他们觉得 跟他们长辈描述的不同 因为现在执政的都不同了 对不对 是 所以他就认为 台湾地区 一个家庭 三代人 完完全全都可能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对于武统 在台湾地区 好像这些 来中国大陆最近的倒序来说 他们更加是倾向于 自己是 就是 中国人 当然有些人就是说 和是台湾人 这个不是我说 只是我认述 虽然如此 但是 老的一辈 离去了 可能这些人就越来越少 矛盾的是什么呢 金门 因为金门炮战 之前是不是 金门炮战 但是他们依然是觉得 大陆是很友善 因为都是自己人 只不过 是当时的历史原因 搞到两岸要分治 而且 他们也知道 自己 和中国大陆的联系 是不能割舍的 不过 现在这代刚才我们说的32岁的 那位 蒋仲杰 他就说 我们的感觉和他们不同 因为他们在 台湾地区 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这个也是和教育的 是相当有关的 他们也觉得 如果真的要 讲一仗也没办法 蒋仲杰和丁一修 有 相同的经历 两个人都曾经在 内地住过一段时间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金门生活 但是蒋仲杰 他就很珍惜台湾地区 他就说 很喜欢自由民主 不想被其他人统一 其他人他当然知道内地 中国大陆 几十年来的 民主 他说一下 我引述 和中国大陆真的不同 再加上 其实19年 或多或少 都是一个 不好的示范 因为被那班人吹大了 其实19年的事情 都是一个谎言 不过就是 因为西方的舆论 的确是有力 所以令到很多人 顺在谣言 他们 好像蒋仲杰就说 香港19年的事情就知道什么事 所以更加坚定了 如果真的武统的时候 他要作战 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台湾人 对于 佩洛西 到台湾地区之后一系列的军演 反应不强烈 其实我觉得不强烈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 其实 他也说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大陆会这样的 都是会有什么军演这些东西 但是这次军演是不同的 我们之前也说过 刚才我们说他们那间咖啡厅 就叫三角堡 其实又是建立在直接的军事对抗的历史遗迹之上 那段历史不是很远的 虽然是这样 但是大家对新的威胁 莫不关心 这就是台湾地区很严重的事情 那些人是不知道打仗真的很无情 觉得真是玩的 在他们咖啡馆下方的沙滩上面 有生瘦的坦克 和被遗弃的军备 令人想起那时 交战的日子 其实 和这个形成对比的就是现在的演练 军事演练 在遥远的天空 和海里面 之前中国大陆 亦都向台湾地区周边 排现了战斗机 轰炸机 以及十几艘的驱逐舰 还有护卫舰 其中一些是越过了中国大陆 和台湾地区分隔的 一条线 另外亦都发射了11枚导弹 其中一枚在飞越台湾上空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都是无感的 因为肉眼看不到 但是真的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大事 另外 靠近中国大陆的 马祖 列岛 距离 演习的其中一个演习 达典只有40公里 但是那里的人照常生活 在台湾地区的一些 所谓的志愿者 他们说 有时清理海滩都会有 碎片 不过很多人说 没什么问题 碎片就是碎片 其实 军事僵持曾经持续了几十年 老一辈的居民对紧张局势 不以为然 在他们的回忆当中 95年和96年也是台湾第一次 直接选举 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 之前 其实都已经是有一些对峙 大家都看到 很多人 都是 更加搬去那些小岛座那里住 觉得舒服 这个也挺好笑 好像 一位62岁叫鲍玉玲的大姐 她就相信和上次一样 没有什么 不同的结果 就是说不会打仗 她和她35岁的女儿 张义哲 亦都很罕见地有共识 觉得不会打仗 但是我觉得 有点太过安逸 想法实在 对于被称为第三次台海危机的 这个军演来说 张义哲几乎 是没有印象的 相反她表示最近大量 是有这个 船隻 是 在附近海域 她就说她现在会用 批判的眼光 去看待中国大陆 虽然她的妈妈就说 自己怎样都好都是中国人 而且希望经济增长 放在第一位 但是她就说 自由民主是第一位 因为你都是 未经历过我 她也说 郭富孙中山当时革命 这么久才令到我们摆脱了 獨裁的体系 为什么要回归 另外 她也说 台湾本岛的人 和她的想法应该更加近 当然 现在 如果下门这个机场 弄好了 这么近 我都相信 也有点压迫感 我是指 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 如果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也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这些在金门上面的人 其实 都是有感 因为 有少数人确实看到了 军演的情境 好像一位 开书店的 叫邮逸孙的 阿姐 39岁 她就说 她感受到一股震动波 一开始 以为是打雷 后来才发现 不是 即使是这样 她也不为所动 因为 这样反而令她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 要去躲避这个炮弹的回忆 她说 她就说 同过去给自己 小弟 子 什么都害怕 现在都不觉得有什么威胁 另外 在北边的 马祖列島 有位16岁的 高中生就和媒体说 她叫做蔡浩文 她就说真的听到了爆炸声 看到了短暂的闪光 她第一件事不是害怕 是拿手机自拍 嘩 嘩 这些反应 真的不怕死 她就说 看到 长长的这个鬼迹 原来 这位 蔡小朋友 16岁就是我当她小朋友 她也在大陆生活过 她就说很佩服 中国大陆的 经济增长和科技实力 当然她居住的是马祖 外岛 外岛 当然和中国大陆不得比 就算和台湾地区的 这个 天龙国 他们觉得最伟大的城市台北 都是有段差距 是不是 虽然是这样 他也说 如果 有需要的话 都会加入台军 因为他更加喜欢 台湾地区的言论自由 但是言论自由过了头就不是那么好的 小弟 小弟 他就说 现在 虽然 都是有点紧张感 但是都觉得 不会打仗 在他看来 他对大陆的看法 和很多朋友一样 他就觉得 怎会武统 应该没有那回事吧 哈哈哈 他亦都说 中国大陆的这些 憤怒的反应 都是造租来的 不用担心 千万不要这么想 到时真的有什么大件事 这些人一般都会 是事得最惨的 他就说 我两张自拍照真的很漂亮 为什么 有钱的话 不打多几 几炮 我可以多拍几张照 如果 有什么偏差的话 当然我相信 中国的 军备很精良 但有什么偏差的话 都挺大事 还自拍这个好笑 当然 无知的人也有很多 除了 军演之外 原来 昨天 也有一件事 吓死 金门岛上的人 可能真是以为是武统 为什么呢 原来在金门民间 就有一家 这个 弹药工程公司 突然之一 50公尺外的 弹药库 一度是危急的 噢 那么敏感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害怕 真的是吓死人的 是的 其实就是 金门金 城镇 的一家民间 弹药工程公司 今天突然之间 有这些声音 所以 令到 消防人员相当紧张 当地的民众 立刻出头 都挺远下 之后大声就有人说 这个我引述器 阿共基亚 共产党打到来 他们叫阿共仔 就说 是不是打到来 不是 不是 是真的有意外 但是 真是挺危急的 因为现场有不少雜物 和二元的物品 还有两大罐石游戏 哇 所以 消防员就急急救息了 也是好事 这样的时势 真是吓人 不是开玩笑的 人家最快联想到就是 真的打到来 对呀 真的打到来不是开玩笑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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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